人死能够复活吗 这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是1951年的彰化 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当时这个主人翁是60岁的黄水坤 那在那个时候因病过时 家人已经帮他换上全套的兽衣 等着棺木送到家里 叫来帮他隆重的入殿 可偏就在等棺木的时候 众人包围之下 都以为已经断气的黄水坤 他居然张开了眼睛 开始有了气息 他活回来了 更离奇就在后面接连发生上海 这个60岁众人以为死掉的黄水坤 醒过来之后他开口讲话了 他说是他的老板 帮他买了12年的羊兽 让他续命 谁这么神通广大 居然可以让他死而复活 买了12年的寿命送给他 那他老板到底又是谁呢 原来说到底 这个黄水坤 他是当地王爷庙的姬生 那他的老板进不了解 就是朱里池三辅千岁 这个死而复生的旗盘 在当地立刻传开来 平牌给了他12年的阳寿 为什么呢 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 在后头等着他 狂风豪雨引起山孔爆发 发生在1959年的八旗水灾 重创台湾中南部 死伤人数仅次于1999年的 921大地震 以及2009年的八八水灾 但您知道吗 当时受灾最惨重的张华县 有居民幸运逃过这一劫 故事得从当地 这一间王爷庙说起 就在发生八七水灾的前三天 庙方按照惯例开坦办事 但这一天很不寻常 因为王爷一降价 立刻表示有大事要招待 我们万民说是住立地 住屋前居住大兄 来这个祭祀 这个我们的徒王 就是我们这间庙 开极徒夫老三王来处理 他就交代证明说 要趕快聘廟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庙是要在 家庭 他就是从地我们本身要聘廟 不然我们聘廟来的庙叫老虎 本身信徒大家是说现在又出门了 哪有可能三天就要好 会聘廟了 眼看信徒都不相信三宝王爷会怎么做呢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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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看信徒大家不相信 他才自己 光君自己就要听到 老虎他自己唱 大家看他那样 大家就对听了 所以我先跟老虎 请来这个我们信徒的家 正是三天后 就百岐主宰这个大主宰来人 据统计这次水灾所倒塌的房屋 共约四万多栋被害灾民数打几十万人 因为三府王爷的指示 让不少信徒信念于难 按照常理 神明慈悲注了这好时一桩 但庙方却说 玉皇大帝为此大伐雷霆 当时泄露天机的主府王爷 被玉皇大帝关禁闭 长达三十年无法降价凡间 但这还不是最严厉的处罚 故事看到这里 你以为已经够玄奇了吗 其实三府王爷的神迹妙算 还不光如此 因为我们此次采访 突然发现一个惊人巧合 还记得这起事件的关键人物 也就是当时的王爷代言人吗 他叫做黄水坤 要不是他借题给王爷 王爷根本无法指引信徒 金钱闪过这一场发起水灾 但您能想象吗 其实黄水坤早在水灾发生前八年 就已经因病过世了 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在水灾发生了 还整形起来 断气多时的黄水坤 居然活了过来 把这场家属都吓了一大跳 吓一跳 因为七点 不是 因为我总要把我拔起来 对啊 还说是四个都在摆 也关键都买好了 那时候都是拔麵的 差不多七点 他差不多十点才会带来 七点就拔起来 敢在最后一刻 对 所以王爷就是 在最后一刻 他叫他 家属为什么认为是王爷救命呢 因为他北海西山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老板去跟他买回收 王爷就是他老板 因为是王爷的 代言的王爷 就是说 因为他要替他做处理事情 替他办事 所以王爷就去跟他 一个王爷都去他买四年回收 给他去世回生 对 他绝绝刚才十二年 死而附身的黄水坤 最后于1963年离世 而在他起死回生的 这十二年当中 更尽心尽力为王爷服务 当中1959年发生了 八旗水灾 王爷就是透过他这个代言人 提醒信徒逃过劫难 这一切的一切 充满了科学难以解释的 玄奇色彩 能够延送 不是随便都可以这样子做的 那需要有一个相当的功德 那往往就是说 他这个我们人在世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善事 甚至就是帮神明服务 做了很多的好事 然后去累积到这个功德 那因为有累积这个功德 这个神明才能再向这个上天 来禀报 来延他的这个寿命 话又说回来 大宗三府王爷 得以重返凡间祭祀开始 有关他们的神迹 是屡传不鲜 当中信徒蔡先生的感受最深刻 陪同爸爸一同拜拜的蔡小弟弟 气色红润 真的很难想象 他过去是炎症四起的病人 时间先拨回2015年 从小投好壮壮的蔡小弟弟 有一天莫名其妙发高烧 医生说他是检验报告是 血癌跟淋巴癌第四起 可是以前都没有解决出来 也都没有 蔡先生虽然心系儿子病情 但身为一家之主 他依旧强达起精神面对工作 那天刚刚好 我的吴主委 叫我来他们家 我要拿一个邀请函 要给我们治療 主委看到我 妙方在了解状况之后 立刻起蔡先生 当庙里头寝室王爷 我就来拜托我们 开机老三王 新三王 回来来救这个孩子 他在这里 救出我半岸床这么担心的碑 你胖杯我来说 因为老三的胜杯 只要老王爷 要轻轻给他 他看过来都好 我就乘着半圈半鱼 就来试试看 真的担心 三的胜杯 王爷还指示蔡先生 隔天晚上再到庙里 他要特别降价处理 他说海楼 以前有两个小孩 在庙里外面在等 等的意思就是 好像要等交替 我说王爷 怎么办 他说 不要紧 无用 我有一个处理 王爷代言人接着说 你拿来的衣服 我等会给你用一用 等于扁那衣服 把他放进去的衣服 我用的东西 你要喝就饭 你这个小孩才有急 一听到儿子可能会有救 心急如焚的蔡先生 想赶紧带着王爷寺的圣水去医院 只是王爷代言人又开口了 我用待会用的东西 你轻轻让我喝到 我王爷代言人会有点多 你还想到最小的 我说 我说应该没问题了 哇 开开才知道 那个门禁管室 差不多十多月 刚才有一个小孩 不知道要去手指好 刚才王爷代言人 刚才带他们来 我一直跟我说 你轻轻 你轻轻有点多 有点多喝到 我这人没问题了 这门禁管室 蔡先生直觉又是王爷来帮忙 这一股感动 让他更有勇气 面对儿子的病情 今天要备给他喝 让他喝一点净 喝一瓶一瓶 过到五点才能睡 因为火车就差不多七点 七点到九点 来你把他扭一瓶 我再去 原本抱着试试看心态的蔡先生 没有想到一醒来 立刻听到 儿子退烧的好消息 隔壁多久 原本昏迷不醒的儿子 也有了意识 后来蔡小弟弟积极接受医院治疗 齐齐康复后 他经常跟着爸爸到庙里头拜拜 有关三府王爷的种种神迹 让我们看见生命慈悲为怀 致力劝人为善的理念 将透过信徒不断传播 在台湾各地深耕发芽 提到了符咒 很多人第一个浮现出来的 大概就是僵尸了吧 或者很多电影里面演的 穿着清朝的官服 然后额头贴一道服 这就是我们对于符咒的既定印象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台南 认识这位符咒达人 三龙法师 他研究符咒十多年 带着我们一起揭开符咒的神秘面纱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都跟符咒有关 比方讲到庙里我们求的平安符 甚至连春联都是其中的一种 今天我们就带您看到的这位法师 他曾经透过符咒为徒少女来驱除恶仪 甚至透过符咒跟阎罗王抢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 充满神秘色彩流传超过千年 却很少有人能一窥符咒数的精妙 僵尸片是不少六七年级生 共同的回忆 穿着清朝官服活蹦乱跳 额头上黏着符咒的形象 甚至在不少观众心里 让不少人整体为符咒 就是专门拿来镇住僵尸用的 会来学这个东西可能多多少少 跟小时候看僵尸片也有关联 我们常常比较年轻一代的法师 都会互相开玩笑说 我们共同的主师也是林正英 他是我们启蒙老师 可是这个形象太过于鲜明 所以我们六七年级以后的想到符 就是一个是拿来贴僵尸的 这个是影视作品给我们文化 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 说到底原来都是影视作品在悟到 那符咒真的有控制尸体的力量吗 电影里面的那个形象 穿着清代的官服 在那边跳跳跳飞飞飞的那种样子 是电影设定出来的 它并不存在于真正的记载里面 电视 戏剧 只要和弦怪相关的题材 常常都会看到符咒的综艺 却鲜少有人知道 符咒术可是有着长远的历史 这项奇门遁甲 竟然从皇帝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最多在皇帝大战吃油的时候 苦战不胜 那西王母派的这个九天玄女 来教导给这个皇帝说 这些行兵布阵的军阀 以及这个法术符咒的使用 来帮助协助他战胜使用 所以在这个上古时代 就一直流传下来 有符咒的使用 超过千年的符咒术 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 逐渐被序言所遗忘 只有一小部分的人 透过代代相传守护着这项 神秘的记忆 生活大大小小的迎难杂症 符咒都有它相对应的功能可以使用 那只是说这一门学问 现在懂的人不多 那并不是大家没有这个需求 而是根本就不知道 台南的符咒达人 三龙法师 是台湾现在树国景村其中一位 能精通符咒术的法师 提到了符咒 一般人联想多半都是负面居多 会把符咒术和降头 还有诅咒混为一谈 电影里面常常可能会看到 草人扎针 或者是说做了一个人的勇 做一些五谷之术来陷害人 那当然电影里面有比较夸大一点 好像你插这边他马上就这里痛 插那边马上就那里痛 甚至你好像做什么动作他会跟着做 这个是电影里面 夸大的一种表演的方式 很难想象符咒最早的用途 使用在方言致病上头 以前的时代有可能科学医学不发达 他很多事情人为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 他就要借助求助这个自然的力量 无形的力量或是生命的力量 来帮他们排解一些问题 钻研符咒已经超过十年时间 三龙法师说很多人都以为 符咒术已经逐渐消失 但其实只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存在 那到了现在 可能是科学比较苍迷的世代 那也一直都传达说不要迷信 不要去使用这些宗教的东西 所以慢慢他有被人家误会误解 或是不认识 那从而就比较少人去知道这个东西 被信徒称作达人 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项神奇的力量 一般的工作我也做过 那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殡葬业里面 做从杂工开始做起 从助理开始做起 所有的大大小小琐碎的事情 我都经历过 从小就对民俗文化相当感兴趣 偶然的机缘让他遇到了启蒙老师 如果没有人教 你要自己自修自学 然后无私自通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第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有兴趣 第二个先决条件是 你要找得到会的人教你 因为这个很难 会正门技术的人少之又少 在因缘机会之下 才认识了后来的这个符咒派系的师父 那拜他为师之后 才专门的受到符咒的训练 那在经过这位老师的教导之后 才正式成为这个法师 前行修行终于精通符咒奇术 法师说其实符咒并不像一般人想的 都是使用在负面的用途上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运用到符咒 春联 庙里求来的护身符 其实都是符咒应用 教制作者的法力还有道行够高 还能拿来保平安 甚至驱逐邪恶的能量 我一点都不鼓励过分的明信 可是的确接触到了 这样子的行业之后 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 不是科学或是我们的理智 可以思考的道德 它就是很难解释 接触符咒多年 碰过了不少科学难以解释的奇妙案件 还曾经像电影里头演的 靠着密法驱散恶灵 我们曾经遇过那种附身的状态 鬼附身 这我们在听人家的故事的时候 都觉得那只是一个故事 一定要等到你真实的遇到 你才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它可能肢体会扭曲到 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 然后那个面部的神情 讲话的语气 声调都完全变了一个人 想靠着片门的法术得到名声 没有想到却被自己养得小鬼反噬 一个女生 很瘦弱的女生 三个成人 成年人拉不住她 她平常是很瘦弱 然后可能连打开一个宝特瓶 平台都有问题 要需要人家帮忙的那种女生 只有她被附身的情况之下是 三四个大人要抓她抓不住 就被她这样子东甩右甩的 然后身上被抓得到处都是伤 逼不得已 他们眼看状况不可收拾 只好寻求符咒术的帮助 我们会使用到一些所谓的指印 就是用手指打指印 来定住她的额头 那在念咒语的时候 把她给逼退 把那个领体逼退 也就是透过符咒的方法 把她逼退 那的确她就 现场就马上得到了改善 除了缺血 符咒甚至还能拿来 喊严罗王抢命 究竟是真还是假 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是 她朋友大概年纪三十几岁 那有一天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就是脑溢血 昏迷 指数三 那医生基本上是已经宣判无救 就是说 这个再急救下去对她也没有帮助 不如就让她安静的走 然后家属准备后事 那她的朋友就是想说 这么年轻就走 不舍 那到处求神拜佛 能不能试着拉她一把救就看 然后她找上我之后 我也是跟她讲 生死之事我不敢跟你打爆票 但是我们可以尽力试试看 已经呈现重度昏迷 事不宜迟 每分每秒都是在汗死神拔河 那我们帮她做了一个 偿魂续命的法式 那经过了我记得两个多礼拜 她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她从家户病房 醒醒了 没有想到仪式才做完 没有过多久 病人竟然奇迹似的痊愈 连医生都感到相当不可思议 我们也不会去太过于强调说 好像每一个我们都可以 把她从阎王的面前抢回来 也不是这样子 只是曾经有人这样子尝试 成功的案例 除了能够欺血保命 更多人是希望能够借由 符咒的力量 胜管发财 或是感情顺遂 现在大家都想要赚钱 经济不好 那就想要改善自己的财运 求财变得是最主流的东西 有了钱之后 就想要感情要顺顺 单身的想要找对象 有对象的想要感情好 就是我先生 他就是先找到了三种法师 因为毕竟他也一直都在单身 然后也不太敢主动 去找女孩子聊天什么的 对 然后但是自从有情了 这个桃花府之后 反而是女孩子来接近他 其实他蛮快我们进入交往的时候 他就有先跟我 直接就跟我说 他其实有请一个桃花府的 一段美好恋情的开始 而现在两个人都成为了信徒 今年还步入礼堂 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对 但是也是觉得 关于这桃花府这部分 我还是一直处于这种很神奇的状态 当然符咒也不是无所不能 法师也碰过几个 让人苦笑不得的案例 他可能就是贴了一张网红 或是一个明星的照片 就说我想要跟他做感情的和合 你们认识吗 不认识 我想要跟他在一起 这种就是比较天方夜谭 要求感情 要求和合 还是必须要有他的前提条件 不然大家都想跟林志玲 跟徐洛轩 他怎么可能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我认为也不需要去说服他 说服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来说服你相信有神 这个跟宗教信仰是一样的 无神论者他永远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 没有所谓的灵 或是更高等的智慧 你跟他辩证也没有意义 你认为没有 那你就过你的无神论的世界 我也无所谓 可是其实相信的人很多 时至今日符咒早已不多见 但这项披着神秘色彩的法术 还是借着代代相传 存在于世界上 台湾大事 不再放过去 大家好 我是徐俊相 今天我们这个小时节目呢 一起来看看农历七月闺门开 那些难以解释的人事物 每每到了农历七月 在台湾头到台湾尾的这些 宫庙的一些绕境的仪式都会暂停 让好兄弟们好好的能够放个假 偏偏有一个地方是例外的 就是新竹的城隍庙 在这个地方 城隍爷他选在农历七月绕境 为什么呢 相传他可是领友奉旨正姑的特许 而说到关于城隍爷的神迹 在民间一直流传着 也一直都没有断过 听说在这个观音殿的下方 有一口古井 他连通阴阳两见 城隍爷的兵马就从这个地方上来办事 真的吗 我们试着用科技来解释 后来专家他们透过了透地雷达 还真的发现观音殿的正下方 有那么一口古井 你快来看看 上千名姓众套上指甲 犹如古代押戒犯人一样 游街示众 这是新竹城隍庙 每年中原季的重头戏 夯家皆饿 什么叫夯家 夯的牙 扛着 夹什么 夹锁 以前的犯人就是两块板子这样夹起来 对不对 那个就是夹锁 那我为什么肯来扛着 这代表说我要跟城隍爷说我有罪 信众向城隍爷告解 来自他们相信 城隍爷掌管人间善恶记录 城隍爷旁边就有两个判官 一个武判官 一个武判官 武判官手上拿了一卷什么东西 叫做生死簿 生死簿是什么 从你生到死的记录 绕镜前 道长依依为信众念书文 再帮他们套上指甲 代表向城隍爷忏悔 自己是戴罪之身 希望就是城隍爷能够帮我们 去年所犯的错 或是那个罪给他脱掉这样子 谢谢大家 负责押阵的 阴阳司公 则是城隍爷的秘书长 他随着绕境队伍 一路来到北潭驿馆 住假半个月 受理阴阳两届向他申冤 为什么要在北宜 因为道教认为 人死的时候 不管是上天或是道陰间地狱 都要从北方过去 道长为游行完毕的信众 再念一次书文 最后取下象征原岁的指甲 代表消除业障 祈求平安 家人是在农部 对他们比较不方便上来 所以不帮他们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信仰的这样子 那你就是你会觉得 好像比较见平安啊 然后事情比较顺一些这样子 但您知道吗 信众踊跃参加的中元祭 其实藏着不可侵犯的禁忌 时间先回到农历6月30号的午夜子时 这一天庙方要开古门 让好兄弟放假一个月 从阴间远楼王那边 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城隍也来这边 因为会不会回来 要有人管啊 所以城隍也会全部点名 点过名了 排在这边就挤在这边 等着要开门 他要放假出去 很多人都叫他开鬼门 是因为鬼在那一天一打开 前路就要冲出去 所以我一直跟人家讲 你这个中间这一条路不要占人 可是有的人就不相信 就真的被冲到 城隍也不光协助阎罗王 带管放假的阿飘 还负责管理阳寿未尽的阴魂 他们只能在阳间游道 阴间的麦河桥那边就有手钉 看你的资料 你还不能进来呢 你阳寿未尽怎么办 只好在阳间游道 叫做孤魂爷鬼 你这个孤魂爷鬼 你若不作乱就没事 你作乱怎么办 城隍也 只有城隍也才能够管到他 这一位城隍爷被誉为阴间的司法官 孤魂悦灵对他敬畏不已 奇怪的是 在其他宫庙都暂停民俗 让好兄弟安心放假的农历七月 庆祝城隍爷却在这个时候 除寻烙尽 江船这里可是有奉旨正姑的特许 故事得从清咸丰元年 开台近世郑用喜修建元凌缩起 挖下去挖到一些骨头 这骨头是什么 因为以前常常有蟹洞 可能死了就当场就找地方买一买 但是对我们那个进士主义来讲说 我自己的家里面有这些东西不好 于是郑用喜上奏朝廷 准于在农历七月绕境圣姑 这项传统至今维持了上百年 从未间断 此外新竹城隍庙还有个特点 这里的城隍爷是全台湾关节最高 关键原因是这一场战役 1885年法国来打台湾 叫做中法战争 所以他心里面就一直觉得说 这个台湾以前都叫做战力之岛 弹丸之地 没人要 可能没想到那么 外国那么多人想要这块地 中法战争 让蜻蜓发现台湾的海防战略 最重要 战后赶紧宣布台湾建设 第61代龙武山张天师 他说其实我这段时间 正在夜观天象 在这个牛郎跟知女当中 那怎么跑出一个千口星出来 这个可能对台湾有影响 于是清廷下令张天师 为台湾举办小宅法会 张天师在新竹鸣燃林湛梅 和林如梅兄弟的推举下 选定新竹城隍庙庙为法会地点 为此清廷涉封新竹城隍为台湾 官阶最高的都城隍为林宫 后来办完以后就送这个金门宝藏 金门就是国家大门的意思 金门宝藏 你看上面的印章是什么 光绪玉笔之宝 所以呢 金门宝藏这四个字是真的光绪 清笔写的 一般的扁都是由那个什么金基处 找个人来写一写 你是不是皇帝写有一个特色 你看那个金 中间这一点 它竟然突出去 宝藏的杖本来是一个约 下面一个石 那个石也突到日那边去的 这代表什么 我皇帝写的字要出头啊 或许是因为肩负台湾官阶 最高城隍爷的使命 有关新竹城隍 守护台湾这块土地的传说 一直流传着 1894年甲午战争 清廷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日本在台湾推行黄明化运动 打压台湾民间信仰 当中日本打算毁坏 新竹城隍庙的前一天 有一半日本兵站住在庙里头 然后在半夜就听到 有铁链铛链链链链别地方 这支是铁铛鱾链一般 你参加载起飞 是 speaking 标击 medical 铁链链链铛 ص 大家起來一看 這些神像什麼都會動 然後眼睛好像很難看 就衝衝衝衝出去外面 日本兵落荒而逃 氣得長官下令封廟 日本人的個性就是這樣 馬上召集憲兵隊 警察隊 保夾開會 明天什麼幾點我們要去封廟 你把我外面圍起來 誰敢來抗議全部抓 這樣 那天晚上他就死在床上了 其實關於新竹城隍廟的神秘傳說 有一部分已經得到科學證實 相傳廟裡的觀音佛祖殿 這一口大鐘下 有一條穿梭陰陽界的古景 見的時候這裡就有一個景 那麼有人說晚上曾經看過 說二爺光說他有鐵鏈 後面鏈了一堆陰魂這樣 從這裡下去 所以可見這個景的下面就是 城隍廟的監獄 陰間的監獄 傳說還提到清嘉慶年間 廟方增建觀音佛祖殿的時候 城隍爺特別指示不要風景 只要用石板蓋住古景就好 隨著時光流轉 兩百多年過去了 穿越陰陽界的古景傳說 依舊是傳說 直到2013年 一名通靈友人來訪 廟方才決定把古景找出來 他很奇怪 他只要是神明來 他變成用左手 而且寫的字是橫的 看的時候要直的看 他說最後畫一個蓮花 什麼意思 這一次來找他的是 觀世音菩薩 他就代表 觀世音說 古景是有一天 他要出聖水救濟 雖然觀音佛祖指示 古景會出聖水技士 但新竹城隍廟已經被列為古蹟 不難大興土木隨便開挖 廟方決定借重科技 我們這個方法 我們稱它為非破壞性檢測 就是絕對不去破壞任何東西 它是一個電磁波 只要在地表的表面掃一掃 它就可以掃到地底下的東西 經過實地勘測和數據分析 所得到的科學結果 只要和百年傳說不謀而合 觀音佛祖地的大中下方 真的有一口古景 它很明顯的 就在地底下 大概在一米半左右的地方 因為它是井井裡面又有水 或者是空氣 所以呢 扫過了之後 它就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讓你感覺說 原來這裡有個東西在那裡的 既然科技也確定了古景存在 廟方開始嘗試 在地板縫隙之間 進行小孔徑鑽灘 希望早日找到會出聖水的古景 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讓廟方轉向尋求 城隍爺幫忙 我是跟城隍爺是沒辦法對話啦 可是那激光師傅來都會跟城隍爺 他們兩個人都講 不知道講什麼話 我就請他說 你問一下城隍爺 觀音佛祖要我找那個景 要出聖水 激光師傅說 你們城隍爺說 你不能亂爺 我這裡是有 有穴位的 有穴位的 城隍爺指示的穴位 究竟有什麼玄機呢 新竹城隍廟 它是一個座落在鯉魚穴 這個魚呢 這個嘴巴很大 所以拿到這個張口呢 就可以長風那氣 剛好是從南寮 漁港出海口這個地方呢 那整個氣場 整個氣場 氣場進到這個新竹來 剛好呢 給這個城隍廟呢 帶來非常好的 這個興旺的香火 但話又說回來 神秘古井 什麼時候才會見天日 所以說 時間要不夠 那什麼時候要不夠 有一天 你如果看到 土下無罪的湯 那就是已經夠了 香火靈驗的城隍爺 也是警方 遇到懸案 經常求助的對象 好比當年轟動一時的 苗栗頭糞分屍案 中年婦女慘遭分屍 連辨識身分的指紋掌紋 都不翼而非 十點半關門門 剛一關 他就來 嚎嚎嚎 對不起啦 我們是頭糞來的警察 有事要拜託城隍 求這個神明幫忙 也是聖杯 這個 城隍爺就 冥冥之中 可能就是答應說 要幫忙 把這個案子 盡速來 果然替這個死者成員 回去的第二天早上 一個女 你的來 我姐姐已經 已經失蹤一個月了 怎麼找都找不到 不知道 能不能報失蹤人口 她一看 你姐姐 趕快驗DNA 阿姨 就是這個 當時報案的女子 雖然心痛姐姐被無情對待 但她更想找出 是誰下的毒手 突然她想起了姐夫 因為姐姐失蹤之後 姐夫也下落不明 最後警方 循現抓到姐夫 她也承認 殺害整邊人 冥冥之中 城隍爺仿佛在告訴世人 諸耳莫作 巨頭三尺又生名 今次報案